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因为十四位长辈只有这一个孩子 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 我们以前分内孙外孙 现在没有区别 各位去看一看在欧洲 看一看在日本 在台北城市地区 没有人分那是我外孙 那是我孙子 他不是慢慢的已经改变 他不是叫他的外祖母叫阿嬷 他都叫奶奶 你看台北市都是这样 这就告诉我们 因为孩子少了以后 所以他的下一代是不分内外的 就每一个人都疼爱这一个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就三千宠爱在一生 所以每个孩子都娇生惯养 每个孩子都娇生惯养 那又因为孩子少 各位都知道有一句俗语讲 叫做物以稀为贵 那么孩子少了孩子就变尊贵 那么什么东西最尊贵 皇帝最尊贵 所以日本人生了小孩 都说这我家里添了一个金上 大陆人就说我家里生个小皇帝 那我们台湾人没说 不过心里面觉得比皇帝高 因为皇帝可以骂孩子不能 孩子骂的话 他会家长会找一员 来告我们做老师的人 孩子变尊贵了 那么这个孩子 他变尊贵 变尊贵了以后 他并不会更懂事 更有责任感 更有荣誉 更勤劳 也不会 他怎么样呢 他第一 他就觉得他很孤单 孤单 任何一个人孤单的时候 会内心里面生一种恐惧感 所以现代的孩子 每一个都不安 每个内心里面不安 因为没有办 没有倚靠 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照顾他 没有表兄 表姐照顾他 所以没有人照顾 没有接受过旁人的照顾 那么同时 他自己也不懂得照顾旁人 你的学生 你的孩子 有没有很会照顾旁人 为旁人作想 也没有 那么所以我们 下一代 不懂得怎么照顾旁人 不知道如何跟旁人交往 不会跟同辈的人建立深厚的友谊 在南部地区我很少看到 但是我家住在台北市 非常有名的一百多年的中正国小正对面 我每天在窗口看孩子 这些孩子一到下课放学 老师就牵着这个孩子的手 然后你们牵手 站到门口 家长就排了一排 车子停在旁边 老师一个一个把孩子交到这个家长的手里 怕出事 那么把家长马上放在车上 再回家 我就在想 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有朋友 上课都是排队 上课下课回家 没有朋友 那我自己想 我小的时候的朋友都是什么人 是上课坐我旁边那个吗 也不是 是坐我后面那个吗 也不是 因为他每次都偷看我的考卷 那么我前面那个是吗 也不是他考的成绩比我好 我的朋友就是上学不回家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的好友 到现在还是好友 可是将来我们下一代是没有朋友的 因为他们没时间交朋友 他们不知道怎么跟旁人来往 那么日本最近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多 各位可以看日本这个东京学艺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教授 这个写的书 他的书名现在非常畅销 各位上网就可以查到 这个叫做寄生虫世代 高等寄生虫世代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我讲的是日本 不过事实上台湾也是一样 他们不知道跟人旁人交往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有一半的孩子变成宅男宅女 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想结婚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人来往 无法结婚 连交朋友都不会 那么这个宅男宅女的标准型是什么样子 我说给各位听 他的标准型是 每一个人都受很好的教育 这样说也不对 应该说每个人都念很多年书 在学校里不一定有受好教育 大家大学毕业 因为孩子少大学多 所以每个大学都争取学生 灵魂绝对可以从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他就觉得我是大学生 所以不可能去做那些 原来只有小学毕业高中毕业人做的事 那专科毕业的人做的事 我也是不能做的 因为我是大学生 那么所以他们不愿意去找正式的工作 那个事少钱多离家近 是从日本开始 不是我们台湾人先发明的 那么什么事情事少钱多离家近呢 就是打零工 那么日本的大学毕业生呢 找到一个工作 他就马马虎虎做 最好不是正职 因为正职要负责任 那么他大概平均做多久 在大学毕业以后五年之内的工作 他只想赚到差不多不到一百万块钱的日币 他就辞职了 辞职也不必要这么预先跟老板讲 就是我明天就不来了 这样子 不来干什么呢 不来就去找原来认识的那几个老同学出去自助旅行 各位在台湾常常看到三五个都是女生 偶尔两三个女生一个男生 这个比例是八比一 都是女生出来玩 就出来玩 玩多久呢 平均两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钱花光了 钱花光又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的家里边不是骂他 做父母的好高兴哦 儿子女儿啊 你好久都没有回来了 所以呢 他觉得回家可以还是当皇帝 所以不愁吃不愁穿 心里也明白 反正我不论如何努力 房子还是我买不起 跟我们这里的下一代一样 南部房子怎么便宜 那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几年之内是无法 也不可能买得起 可是他也不用发愁 因为爸爸有房子 妈妈有房子 孩子特别少 祖父祖母在乡乡那块地也给你 外公的那一个店面也给你 所以不愁 这就叫做寄生虫时代 那么现在的日本年轻人 也就是将来我们的子女 我说这个孩子日子很好过 大家都很轻松过嘛 可是不是 他们第一他们很恐惧 他们没有半 没有真正的朋友 因为他们都只上网 所以无法跟旁人有身交 所以没有知己 没有知己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出现问题的时候 遭遇阻碍的时候 没有抗压力 没有容忍力 所以自杀率特别高 当然我们一直说他们不好也是不对 其实他们也是很可怜的 各位只要想14个长辈 这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呢 爸爸妈妈每天说一次 将来我们全靠你 沉重的负担 承担不起 好容易 阿玛也来的 她也说 我们将来也是靠你 所以责任沉重 她不是天天想 我可以继承爸爸妈妈的房子 阿公的土地 阿妈的什么店面 她不是想这个 她只想 台湾的健保虽然很好 但是钱不用我出 他们长辈都有钱 可是14个长辈轮流生病的时候 我轮流到医院排队挂号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的孩子 虽然不愁吃不愁穿 但是他们内心里面 负担仍然是很沉重的 所以日本有很多学者研究这个问题 比如像加藤秀俊 中国大陆的田血源 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 他们研究了现代的小孩 到十岁以上的时候 他都没有真正的笑容 他都是假笑 讨好你而已 因为他们内心里面 慢慢明白 自己未来的命运沉重 负担沉重 所以我们看下一代 也要理解他们 孩子越来越少了 所以将来的社会 没有友谊 没有一个人有自己 每一个人都变孤单 每一个人都变自私 我们现在说他自私是不公平的 是因为他们非要保护自己不可 没有办 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 哪里有人敢欺负我 我堂哥个子高大 我表哥成绩好 所以在学校里边 我们这个比他低班的学生 都没有人敢欺负 可是将来不是 没有人有堂哥 也没有人有表弟 每个孩子都很困难 我们再来看 因为孩子少 所以孩子的教育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做父母的 做主父母的 都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各位做老师的 其实我们都是怪学校教育不好 我是前几天跟教育部长讲 我说台湾的教育是很难办好的 各位想想看 我们一讲到教育就要怪国中国小 我说台湾钓鱼最好的就是国中国小 你看他以上都是混的 竟然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每年招博士招一万多人 招博士招六万多人 我们有那么多能够指导教 指导博士班的教授吗 至少我们国中国小的老师是合格的多 而且很多合格的还没机会教 台湾教育的失败在哪里 第一 我们没有总体教育 我们忘记一个社会是一个连结状态 政治要上轨道 要清明 如果政治是尔欲我诈 贪污腐败 那孩子用他们做榜样吗 每天打开报纸看看电视 那些人可以做我们孩子的榜样吗 我们跟谁学比较好 跟那个画面上好看的人学吗 没有总体教育 经济巧取豪夺 社会萎靡淫烂 这样的国家教育怎么可能好啊 所以孩子第一个 总体教育不好 第二个 终身教育不好 各位想想看 今天的社会变迁如此之迅速 不到五年我们过去所学的东西大部分都没用 可是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领导者 我们的决策者 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出身名校 得过好的学位 几十年下来都落伍了 我们没有鼓励大家每天都要学啊 很多人就家子我学过 你学过的那个老早就落伍了 都不一样啊 不讲旁人就拿我自己来讲 我学数学 我小的时候啊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天带算盘 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啊 就是算盘是最好的工具 每天花很多时间 到中学还是用算盘做计算工具 到大学 我念大学的时候 念数学有关的课系 足算还是一年级必修 没学分而已 就是不会都不行 我就不喜欢练习 因为那要用几千个钟头才学会的 那等到我毕业的时候 学校已经开始用电子电动计算机 就是那种摇的按的 那我从巴黎回来的时候是第一件事情 去教书 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就说 财老师 你最年轻啊 所以你教计算机数学原理 我一听就吓到了 我说我没学过 你是不是给旁的老师教啊 我们所长是以前我的老师 他就跟我讲 他说就是因为没人学过呀 我说我也没学过呀 他说我知道你没学过呀 因为以前没开过这种课呀 这就告诉我们 你不管在哪里哪个国家念什么样的学校 反正一毕业就落伍了 不过还好我喜欢看贤书 看数学的贤书 我想起来 计算机就是on off 有什么东西跟他一样 想起来了 19世纪初年了 这个英国有一个大数学家 叫做Jorge Bull 布尔来数学 二进未知 就要赶快去找那本书 结果到处都没有 后来到台湾大学的图书馆里边去找 说有一本 这本书因为好几十年没人看 所以已经变成那个 丢在地下室里边要淘汰的书了 我就一直拜托 这本书一定要给我看 这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不管你得到什么学位 哪个名校毕业 都没用 所以要终身学习 所以这里暑期才会开教师 研习营 反正我们都不懂的东西多 懂的东西少 第三个我们台湾的这个教育的缺点 就是没有整合教育 我们常常说 没有现在公民没有道德 所以我们要开门课 公民道德要考 好像缺什么就考 就开门课 然后就考 考了就学成就学 其实不是 是你公民要有道德 是你选择国文教材的时候也要选择那种有道德的 你即使念化学也是要那种不造成污染 不害人的呀 那我们排活动 那个政府部门给我们做的那个示范 应该有道德呀 那些每天决定我们命运的政策 那个自定者也应该有道德呀 所以我们才会学会有道德 不是开门课 不是考试 所以缺少整合教育 更严重的 包括我们自己 都说我们要求知识 一点都没错 要求知识 各位看一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6年发表的报告 他说我们要求知识 没错 知识越广泛越好 越丰富越深入越好 不过 你要明白 那知识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有能力区别真理和谎言 我们有吗 我们只有知识教育 没有价值教育 价值教育是要培养我们一个人的 人生观 世界观 这个是我们缺少 我们没有正确的人生观 你看我们的考试 就是 我认为这个东西重要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交给你以后 我就要用考试和测验来看 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就及格 及格就毕业 我们从来没有问 他已经变成他人格的一部分吗 变成他人生的一部分吗 我们交给他的美德 他都在生命之中去实践了吗 都没问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 他的下一代很难成长为真正有品格的人 我们可能有知识的人 但是没有有品格的人 那这个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只是说到这里 我们的下一代是那样 我们再来看 婚运 我们台湾过去 比如说拿光复来讲 光复以前 出婚新娘的年龄 第一次结婚的新娘 再婚都不算 平均年龄 它是与族群有关系 结婚最早的是客家 这个妇女平均18岁结婚 闽南平均是19岁 当时也有很多是外甥人 不过现在我们说的外甥人 跟那个时代的外甥人是定义不同 当时的外甥人是民北比较多 比如像台北市的迪化街啦 年平北路啦 年平北路啦 大道成啦 这些人大概就是卖茶叶啊 开布庄啊 开做生意啊 他们的父女孩子平均20岁结婚 他们来到台湾比较晚 所以他们不是来开墾中天的 光复以后 结婚年龄慢慢延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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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40年前平均结婚年龄24岁 用女性做标准 用女性做标准 24岁 然后再慢慢延长延长 到10年前28岁 到前年去年 今年上半年30岁 初婚年新娘的平均年龄30岁 那么初婚新娘年龄的中位数 也就是说一半那个位子 32岁 就台湾的第一次结婚的新娘 32岁以前结婚的一半 32岁以后结婚的一半 25岁以前结婚的百分之四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 那么一个妇女她的一生 15岁到49岁成为育龄期间 但是在台湾44岁以上的妇女 怀孕在生育的比例快要等于零 可是台湾怀孕率最高 最容易怀孕生育的年龄 是15岁到24岁 这就是为什么放个暑假 开学的时候妇产课才有生意 是因为那个年龄的人最容易怀孕 可是台湾 那一个最容易怀孕年龄的人 都没有结婚 这也是台湾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原因 可是过了这个年龄 怀孕的机会少 那么30几岁才结婚 怀孕的机会更少 所以报纸上每天告诉我们 妇产科没人学 妇产科没人学还是有生意 但是要大医院 最好是医学中心 为什么 因为大家结婚太晚 都是高龄 高龄不容易怀孕 所以妇产科才会有生意 人工生殖 你看最近这些年 大概十年左右 双胞胎的比例比以前高了好多倍 是一下子人的种类都变了吗 以前不生妆胞胎 现在这么多 人工生殖的结果 现在我们再来看 现在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结婚年龄越来越晚 那个相爱的男女 那么他们不是从年轻的时候交往 都是靠婚友社介绍 所以两个几十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 不同价值观的环境里面 长大的人结婚相处困难 那么再加上结婚以后 想要生孩子不容易 所以维持这个美满的婚运更难 生了一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在台湾这样一个 并非理想的教育环境长大 所以对教育的看法相左 因为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任何援助 每一个家庭都陷入孤立状态 你只要看 一个家里面如果有一个人生病 我们马上就要去想办法找特别看护 可是以前我们家里很多人的时候需要找特别看护 所以每一家都孤单 不是只有物价上涨 而是原来不需要花钱的事情都非花钱不可 所以才变穷 你现在生一个小孩 夫妻两个都在 一个在国中 一个在国小教书 你看你那个小孩一个月花多钱 你下班 他即使长大到幼稚园 幼稚园下课到你下班还好几个钟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花钱的事情都要花钱 以前我小孩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在世他就可以带这个小孩去上学 所以今天你自己要没车的话 你也不能送他 或者是你这情况不允许 你就要花钱去坐那个娃娃车 这些我们都不讲 我只是要跟各位说 夫妻的关系很难维持 所以离婚率就上升 那么以前这个离婚率怎么样 我也可以跟各位讲 台湾离婚率最低的那一年是民国55年 1966年 那么那一年的离婚率是全世界最低 当然是可以离婚的国家 有的国家法律上不准那是例外 最低那年离婚率是0.35 也就是1000个人里面有0.35对离婚 那这个低离婚率维持两年 到了1967年还好 1968开始上升上升 然后上升上升 到了十几年前就达到 总是在三左右 快要到三 各位想 0.35到快到三 提高了八倍半 我这样讲 可能大家感受不是很具体 我要跟各位讲 台湾离婚率最低的那一年 那一年结婚多少对 那一年离婚多少对 这个比例是21.5比1 21.5比1 那么现在每一年 那一年 谢谢观看